哈喽大家好,我是MASER周,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积木玩具测评,本期是一期特刊,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来自于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人载积木玩具啊,真的是我非常的喜欢,好,那《鬼灭之刃》的话应该是这些年来非常火的一部这个日曼啊,那么之前的话也有很多部非常火,像这个灌篮高手啊,还有这个海贼王,那么这部《鬼灭之刃》的话呢,我是非常的喜欢看,包括孟号书还有动画片,那么之前的话呢,是我出过像这个无限列车呀,还有这个油锅片呀,还有这个钻门探长那个励志片, 以及现在正在热播的这个刀将村片,我都有进行一个刷看啊,好,咱们显示少许,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玩具的测评,那么这一系列的话呢,是一共是有24款,那么分别是涵盖了一些主要的人物,有这个鬼系列,还有这个鬼杀队系列,它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柱啊,待会我们一起来看,好,那首先的话,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之初,就是一开始在第一季里面就出现的这个藏文叛之王,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了,那么他身上的话呢,就是他的一副这个修炼服, 是他的这个老师给他的,那么后面的话呢,就是背的这么一个小盒子,这个盒子里面的话,就是他的妹妹,米豆子,NESCO,然后非常好玩的话,就这个小盖是可以打开的,我们来看看,里面就是,当然里面不可能做这个米豆子啊,要不然就太小了,这个小盖是可以打开,非常的不错,然后的话呢,他的话是有两个面庞,这是第一个面庞,那么如果把这个转过来的话呢,还有这个第二副面庞在这里啊, 这是非常的不错,很多主要人物都有两个面庞的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,他的这个配刀也可以把它这样的拿下来,而且每个人物的话,配刀都是不一样的,非常不错,然后可以把它这样的打开,看看里面的这个小细节啊,他的话呢,目前是一把黑刀啊,我们来看一下,是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去,然后的话呢,可以让他拿握于手中,那么平时进行一个训练,或者是成为这个鬼杀队之后的话,一个砍杀啊,还有这么一个小地台,非常的不错啊,身上的 非常多的细节,包括这个面目刻画,我都非常的喜欢啊,这是第一枚角色,放在这里,好,然后的话呢,就是他进入鬼杀队之后的这个探知狼的角色了,这个地方的话,是他小的时候,就这个,应该是弟弟妹妹吧,呃,留下的这个,这个伤疤啊,好了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服装的话呢,其实没有皮肤,如果有皮肤的话呢,就更好了,啊,然后他这把刀的话呢,应该是不一样的,我们来看一下,拔出来看一看啊,刀刃在里面,刀刃其实可以把它拿出来,这非常的紧实啊,还是一把黑色刀, 刀啊,因为跟之前那个话呢,是差不多的,我们把它再次给他这样的插回去啊,这个刀的话呢,把它这样的收纳,好,再往下,再往下的话,就是这个迷豆子NESCO,NESCO的话呢,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这个非常可爱的,这个卡哇伊的版本,我们来看一下,非常非常的可爱,然后他的话,也是被这个鬼咬伤之后,那么这个探察的话,没有放弃他,一直背着他前行啊,与妹妹一同作战啊,非常非常的可爱啊,面目特征,手部的话也可以可动啊,好,那么这个是 长发版本,另外的话呢,还有这个开大招版本啊,那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,那么比如说这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脚来,那么这个地方胸部也露出来了啊,那么包括纹身等等的,这个开大不开大的话呢,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感觉啊,都是非常的可爱啊,好,我们再往下来看,好,再往下的话,就是这个一只猪啊,那么一只猪的话呢,叫他这个嘴瓶一只猪,那么听着非常像一只猪,对不对,他的话呢,是,其实是一个面目非常清秀的一个角色, 但是他的话呢,就是不喜欢让人称色清秀啊,他带着这么一个头套在这里,把它拔下来之后的话,其实里面是有清秀的面庞,我们看看,那么把它这样的拿下来呢,这个叉的非常的紧实啊,好了,身上的话呢,有这个肌肉,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,在这个油锅片里的话呢,一样非常深刻,就是他用这个两把刀的话,去错这个剁鸡的脖子啊,非常的可爱,那么也非常具有想象力啊,那个猛兽冲撞,看这个细节非常不错,包括个肌肉丸里,好,再往下, 来看,我欺善意啊,好的,那么这个动画的时候摆出来一个造型啊,这个动画呢,是,他应该是这个雷之呼吸,对不对,那么一闪就可以把敌人的话的击毙啊,非常酷,好,我们再往,我们跟他介绍的是这个鬼杀队的队员,我们再介绍一些这个,这个地方是,鬼系列,那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鬼王无惨啊,那么他这个造型的话呢,让我第一眼看到,就想起这个Michael Jackson,是吧, 啊,不管是这个发型啊,还是这个小帽啊,都有这个感觉啊,鬼王无惨,好的,那么他的话,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两副面庞啊,我们来看看,没错,他的话也有两副面庞,好的,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了,这个地方是一些比较主要的,那么这个的话,就是在这个刀将村片的话呢,是最新登场的角色,他的话也是这个上旋一啊,黑死木, 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他的话是有这个一二三四六个眼睛,非常猙獰啊,那么高数的话也是非常的厉害啊,黑死木,他是这个上旋一,好,那么上旋二的话是铜魔,铜魔的话也是人气非常高的角色,是一个新秀,那么他的话也是由这个,应该是从这个六吧,直接升到这个二的位置啊,是非常,面目清秀,那么他也有两副面庞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,还有个小披风,非常不错,好,再往后,好,那么这个角色, 这个角色的话呢,我们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啊,他是这个一窝座啊,他的话就是在无形列车里面杀掉了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新手狼的角色,那么他之前的话呢,他之前是上旋二,现在的话是降雷这个上旋三啊,在这个刀将村片的话呢,他也是跟他的话呢,是有点这个不对付,因为他感觉的话是他抢了自己的位置,所以说的话,是有点这个角色上面的这个争执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,我觉得是非常的具有细节啊,作为一个小积木,那么这个涂装加上这个价格, 绝对是值这个票价了,好,再往边上来看,那么这个的话呢,这两位角色应该是同时来介绍啊,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话是一对这个兄妹,那么这个话就是舵鸡,那么这个的话呢,是应该叫做这个鸡肤太郎,没错,呃,他们两个的话呢,是应该是,我想想,应该是在都是位于上旋六吧,是上旋六啊,那么都被干掉了,那么其实这个兄妹的话也是一个苦命的兄妹啊,这哥哥总是照顾妹妹,好的,我们来看一下,这是舵鸡,舵鸡的话呢,这这这这两个人的话, 是非常难杀,因为他们两个头部需要同时砍掉,当时这个伊之柱的话,就是锯他的头,而另外的这个,应该是阴柱吧,还有我们这个,呃,谭基罗来一起打他,打他这个这个这个鸡肤太郎,啊,这是也是这个留下这个非常这个深刻的印象,也是耗使毒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兄妹,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鸡肤太郎,我觉得,其实他对自己妹妹的话呢,是照顾有加的,好,我们把它放在边上一对苦命的兄妹啊,好,在我们边上来看,就是我这整系列里边最喜欢这个角色了, 就是这个,好,炎柱,好,那么他应该也叫做这个前任的炎柱,叫做这个炼狱信寿啊,那么他的话,也是在无形列车里面保护全球的人,也是这个失去了自己的生命,那么是被他所杀掉啊,因为他的话呢,可以无限的恢复,而他的话,作为人类的话呢,必定这个体力优先,好了,他的话也是有两副面庞,这是这个最后这个就义之前那个面庞, 好,我们看看啊,如果不把,对,这边,还有一个正常的一个,也是非常的酷啊,这个红红的瞳孔,放在这个地方,我非常喜欢他,好,再往下就是有这个三个媳妇这个阴柱啊,好,阴柱的话,应该是这个天元,天元大人,他的话已经退役了,因为他在这个游国偏作战的时候是损失了一个手臂,那么他的话呢,也是退役了,毕竟有三个媳妇,那么这个受伤之后的话呢,咱就别再继续砍杀了,是吧,他的武器的话也是非常的具有特点,下面一个小链,好了, 这是天元大人,往边上来看,那么这枚,那么他的话呢,这个的话应该是虫柱啊,他是这个蝴蝶忍虫柱,我们来看一看,他另外还有个姐姐在边上,我们待会来介绍的啊,那么也有一个小批帮,非常的可爱,好,我们再往边上来看,好的,那么这个角色啊,是风柱,他是这个不死穿衣竹的,风柱啊,好的,我们再往边上来看啊,这个的话应该是从最早的时候就出现,那么也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, 他的话就是这个岩柱,他的名字的话叫做B名与行名啊,非常拗口的名字,那么披风上的话也是非常具有这个个人识别,一把武器非常容易识别,好,再往下,再往下的话呢,也是,其实我们对他并不是太熟悉,他是这个蛇柱,叫做一黑小巴内,一黑小巴内啊,使这个武器的话非常像一个杖八蛇毛的这个感觉,他是蛇柱,好,再往后来看,这个,OK,这个角色我们来看一看,那么他的话呢,就是,他是这个蝴蝶相待会啊, 他是前任的柱,那么他的话呢,也是他的姐姐吧,好,再往后来看,呃,这个的话呢,是,他是水柱,那么他在这个,他是这个富刚义勇,在第一集的话就出现,也是因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名角色,好,再往后来看啊,再往后的话就是一些新秀的,在这个刀将村的话呢,刚刚看过他们,那么他的话是石秀无一郎,石秀无一郎的话呢,他也是作战战死啊,也是也是一个非常狠的一个狠角色了,好,再往后来看, 也是这个,呃,不死川义族啊,那么他的话呢,是耗使这个枪啊,他是用枪的,那么他的话呢,也是这个被战死啊,我们再往后来看啊,好,这名的话呢,这应该是官方的话,一个噱头啊,为什么噱头呢,我们看海豹都知道了,基本上是勾来了一大票的人气啊,对不对,那么他的话呢,也是这个重伤不治被战死,那么,其实他也是一个,应该人气特别高的一个角色, 应该会有不少的这个男影迷去买他的手办啊,那么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款了,媳妇不让买啊,好,那么这款的话呢,就是这个一切呼吸之室,叫做日之呼吸啊,那么他的话呢,是这个纪国这个叫做这个原一啊,呃,也是非常厉害的一名,很角色了,那么这一系列的话呢,我非常的喜欢,那么只可惜的话,只出了这个24枚,希望之后的话呢,还会多多的出啊,那么希望能够出全系列,包括比如,比如一到十的鬼啊,所有的柱啊,以及那个之后, 一些这个外分啊,那么希望随着动画播出的话呢,不断出新,好了,我们下次见,see you next time。